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凤尾花披肩的编织方法 这款披肩很洋气 凤尾花很经典,也有多种织法 来看一下这款花样图解 它是17针四行一组花 针法有上针下针加针和两针变一针 圆榜排了三组花 每侧再加三针搓板针的边一共57针 下面来编织 我就带一组花17针 加上两边各三针编织 一共23针 先织六行搓板针 来回都是直下针 有三条红纹 接下来是主体花的第一行 三针下针 注意编织的处理方法 从正面插入针 拨下来 直接至第二针 左上二并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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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anagernairenaireста 联织三个左上二并仪 加针 它是六个加针 五个一针下针 右上二并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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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连续三个右上二并移 三针下针 第二行 反面之下针 注意边针也是这样处理 第三行 全部之下针 向正和针 第四行 三帧下整 十七帧上整 三帧下整 重复一支四行编织 知道所需长度 再支六行搓板针收口 这款凤尾花披肩就是这样编织的 再见